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元1464年正月 二度登基的明英宗朱祁镇撒手人寰 明宪宗朱建身继承大统 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这位明代的第八位皇帝 在此后二十余年的时间里 逐渐创造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治国方式 也使得大明皇朝的政治走向 在悄然无声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然而最令人津津乐道的 是这位年号成化的皇帝 起伏跌宕的人生 他的成长历程充满波折 他的恋爱对象饱受争议 甚至他的性格形成也像一个谜团一般 让后世产生了各种猜测 那么这样一位不同以往的皇帝 会在明朝的历史中留下怎样的印记 今天的我们又该怎样看待 朱建深和成化年间的那段岁月呢 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国史通建明清时代》 上部第十三集 垂广而至 大家好 天顺八年正月 明英宗朱祁镇去世了 当然我们不断地在说明英宗 这是他的妙号 他再生的时候就不能叫英宗了 只能说是正统帝或者天顺帝 他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继位了 就是后来的明宪宗皇帝 宪宗皇帝继位的时候17岁 说起来这位宪宗皇帝呢 他也是命运多舛 舛在什么地方 他一岁零几个月的时候 土木之变发生 他父亲朱祁镇出师 想打瓦剌 结果被俘虏 这一俘虏虽然后来放回来了 但是这男子子 幽禁了若干年 所以这个小孩就很长时间 没有见到父亲 由于长辈们的这种权力瓜葛 他开始被立为太子 后来又被废太子 到了他父亲复辟以后 他又恢复太子的位置 不但如此 他的名字 甚至至今都是个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正统十四年 他父亲被俘以后 朝中的大臣 姚尊其父为太上皇 然后立他为皇太子 这个时候 他的名字叫建生 锦太帝废他的太子的时候 也是叫建生 但是他的父亲复辟以后 重新立他为太子 就变成建奴了 于是出现了两个名字 不但如此 甚至出现过第三个名字 叫建俊 这说明他父亲被俘之前 这个儿子甚至还没有正式的名字 殷中复辟 重新立太子的时候 召告达到天下 天下人大惊 原来的广长子 不是叫建生吗 怎么变成建奴呢 后来的明宪宪实录 做了一下解释 说上出名建生 自是根名建奴 赵书实写其故 没有把这个缘故写出来 搬行天下 人皆金相问 此非相所立太子后 和民之不同意 所以这个事情 甚至在民间 在天下造成了一番混乱 所以我刚才说 非常有可能 他父亲 从不自便之前 这个儿子正式的名字 还没取好 或者是 觉得原来那个名字不好 现在既然是 夺门自便 复辟了 儿子也改一个名 但是竟然没有跟天下人 说清楚 继位以后 冷男叫建生 所以明宪宪实录 一开始就说 宪宪孝存皇帝 会建生 英宪瑞皇帝之长子 而建到第三个名字 叫建军 明史还记载了一条 说会建生 出名建军 天顺元年 复为皇太子 改名建生 你看全搞乱了 一代君主的名字 而且是在 明朝百年成平之际 竟然出现这种问题 这可以说明 当时朝廷 他的混乱 到了一种 什么样的境地 我们说他命运多舛 还有一个原因 如果只是父亲被俘虏 如果母亲 是个贤妻良母 这个儿子后来 可能还不至于这样 恰恰他母亲 如果我们用 过去人的话来说 是个汉父 性子特别的急 而且处事特别的凶暴 他的母亲姓周 周氏 他是英宗皇帝 在打猎的时候 进入到一个明家 这个明家一个小女孩 她就喜欢上 带到宫殿里面来 这个小女孩 原来没有接受 多少的教育 性格也不了解 虽然后来发现 是一个非常彪悍 凶悍的女孩子 献宗皇帝 没有父爱 母亲又是这个样子 那她怎么办 所以就造成 一种性格的内向 由于她的性格 比较内向 献宗皇帝 甚至有一些口词 所以她和别人之间 进行交流 就有些困难 在宫廷里头 和宫女交流 和宦官交流 也许不觉得 但是一上殿 和大臣交流 还有议论国事 所以她就不免紧张 口词 就不免更加厉害 一厉害 就更不自信 于是 在她继位以后 出现这么一个状况 上朝 是每天都上朝 但是上了朝以后 不太愿意 和大臣进行交流 后来甚至 退朝以后 干脆 就退回到内宫 就不和大臣 讨论政务了 这个事情 在明朝 大臣们看来 就非常不应该了 因为从太祖 太宗 哪怕是建文帝 然后到伦宗 到宣宗 到殷宗 殷宗成年以后 特别是天顺年前 还有景泰帝 他们都是上完朝以后 和大臣们 要议论国家大事的 现在这个皇帝 不讨论 大家觉得 国家那么多的事 那怎么办 所以当时的大学士 就请求 请求皇帝 恢复组织 请求皇帝 战朝以后 和过去一样 和内阁 和六部 来讨论事情 于是不断地打报告 在成化七年的时候 就发生了这个事 当时的首府 叫彭石 四府 叫桑鹿 还有一个三府 叫万安 天顺 特别是成化以后 内阁开始 形成一种体系了 就是内阁的大学士 一般是三个人 不太会超过四个人 这就叫 首府 四府 和三府 当然真正有首府之说 王世珍认为 那是到家境的时候 才有首府之说 这些大学士 就不断地建议 希望皇帝接见他们 讨论国家大事 后来皇帝说 早朝以后 在天殿接见 由司令监太监 传垮 那么司令的太监 还特别交代 内阁三个府城 虽然天殿上朝 可以见到皇上 但是单独交流 汇报工作 商讨国际 已经很长时间 没做这个事了 不免有些申诉 既然是申诉 你们就一次 不能说太多的事情 建议你们 好好考虑 说三件事 而这三件事 还不能让皇上 过于为难 如果皇上过于为难 你事情又说多了 他厌烦了 以后就没有下去 三个瑞格大学士 就觉得机会来了 于是回到瑞格 反复讨论 反复琢磨 我们汇报哪三件事 上朝以后 皇帝就在偏殿 接见三位大学士 彭时 商路 万安 鱼贯而入 然后跪在皇帝 遇踏前 开始汇报工作了 根据 私底舰太监的通缉 不要说得太难 所以第一件 他们就说 现在汇见天天 什么叫做汇见天天 就是汇心 出现在 地心 的这个位置上 这就说明 我们国家 有很多事没办好 特别是皇上 您的年行举止 您的饮食 您的起居 都要加强 规范 要节俭 皇帝一听 哦 是这样 管了我 然后说 知道 大学士想把这个球 踢过去 然后来谈 除了皇帝以外 大臣也应该修行 全国的官员 也都应该爱护老百姓 但是皇帝两个字 踢过来 知道 没办法往下说了 然后说第二件 第二件说什么呢 有意思说 现在底层的民众 过着苦日子 因此各级官员 也建议 减一点俸禄 但是我们认为 如果这个事一干呢 反响太大 影响面太大 而且也减不了多少钱 因此我们认为 不要批准这个建议 一切维系原状 皇帝一听 这也是小事一桩 说渴 一个球又踢回去了 然后准备说第三件事 我想这第三件事 他们一定是认真考虑 真正要说的是这一件事 但是就在周府彭时 要张口汇报的时候 三府 叫万安 前面两个是君子 彭时 上路都是读书人 非常正派的官员 而三府万安呢 据历史记载 此人心机很深 而且比较古怪 善于和宫中拉动关系 而且自认为 宪宗皇帝万贵妃的侄子 当然到底谁的年龄大 谁的年龄小 这个不管了 自认是侄子 所以这家伙就比较古怪 前面彭时在汇报的时候 他眼睛就在转 这个时候就看到 站在皇帝左侧 大概几步之遥的宦官 就向他死眼射 一死眼射 他就觉得 要失靠而止了 不能给皇帝出难题了 然后他一个头靠在地下 然后开口就叫万岁 他也叫万岁 前面的彭时 前面的商路 这都是条件反射嘛 听到有人叫万岁 他们也一个头磕下去 然后万岁 然后万万岁 三夫万岁 这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汇报完毕 于是三个人又起身 皇帝说可以走了 三个人退出来 宦官司后就嘲弄他们 说你们天天说要见皇帝 先的皇帝又没有说什么重要问题 只知道磕头叫万岁 于是当时的人们 称他们万岁阁老 自从成化七年 万安等人被称为万岁阁老之后 明宪宗朱建深就开始在深宫之中处理朝政 直到去世 也极少单独召见大臣面一朝政 然而让人惊讶的是 成化年间的政局却十分平顺 不仅纠正了明英宗天顺年间的避正 而且推出了许多让百姓休养生息的政策 不仅接连平定了南方出现的叛乱 而且有效抑制了北方达达和女真的男犯企图 这些都为后来的洪志中兴奠定了良好基础 那么常年不和大臣面一正式的朱建深 是通过怎样的办法维持着整个国家正常运转的 这套独特的方法又如何影响了明朝的历史发展走向呢 落干年以后江西又一位读书人 通过十年寒窗户 通过几十年的幻海逐城 做到了大学室 这个时候的首府就是原来的三府万安 所以他就跟万安说 他说我到内阁这么长时间 当面向皇上一次都没汇报过 现在国家的事情这么多 皇上不跟我们讨论问题 那怎么行 能不能还是跟皇上说一说 我们要当面汇报 这个万安说 落干年前 洪诗先生就干过这个事 但是见到皇上以后 说不出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就形成后来的制度 我们有什么事情 先和四里间太监进去沟通 让四里间太监呢 乘坐皇帝的心情好 就把难解决的问题告诉皇上 皇上一高兴就批准了 那这样比我们当面汇报更好 我们跟皇上很长时间不接触 提到敏感问题 皇上一下不高兴怎么办 事实说明多年以来 我们和四里间太监 商量好了以后 再告诉皇上 这个事情更快捡 新论的大学室觉得也有道理 从此以后就形成了另外一种制度了 另外一种什么制度 皇帝不和大臣讨论事情 然后明朝这个国家机器怎么运转 运转也很简单 各地的报告 各地的民情 由各省的巡护向中央打报告 然后分类送给力部 户部 礼部 兵部 行部 公部 或者督察院 或者有关衙门 那有关衙门对各省 各地的事情提出处理意见 提出以后 由文书房的宦官送到御前 送到御前以后 表示到达了御前 然后放到内阁 用内阁来进行票议 就是对各部提出来的意见 再提意见 是按照他的办 还是提出修改 皇帝的意见呢 如果有旨意 也让文书房的宦官放到内阁 然后内阁以皇帝的名义 来起草圣旨 弄完了以后 这个就叫票议 票议完了 送到司理监 由司理监的宦官 司理监一批宦官 丙闭太监很多个 由他们用红笔 把内阁代表皇帝 所以的审查意见 批复把它抄下来 碰到字句 比如说字偏旁有错误点 一个字出现了错别字点 也不妨把它改过来 然后以皇帝的名义 下到六颗 明朝的制度 除了利护礼 兵心宫六部以外 还有六个颗 这六个颗叫 利护礼兵心宫六个颗 六个颗 就对经过司理监批宏 以皇上的名义 发下来的文件 照此进行审查 如果觉得不符合圣仙道理 不符合祖宗法度 他们也可以拨回去 请内阁重新朝银 司机人重新疲狂 如果他们认为没问题了 然后迁发到六部 迁发到督察院 然后督察院发到各地 按照圣旨执行 如果碰到重大的事情怎么办 那就由有关部门 由他们提出 并且主持来进行提议 提议以后 形成一个意见 上到内阁 内阁漂移 内剑批空 然后下发 碰到重大的案子怎么办 由刑部 督察院 和大理事 三法师 后来加上司的剑讨论 于是形成了一种制度 叫内阁漂移 内剑批空 国家的运转 出现了一种新的论转方式 后来的人们觉得奇怪了 特别是清朝的 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的名字叫赵毅 赵毅就提出这么一段质疑 说自尘化自天起 167年 其间严访大臣 不过弘字之末 数年 其余皆连远堂高 君门万里 后来这八个字 成为明年了 连远堂高 君门万里 无怪库 上下匹格 朝政日非 就说明朝朝政日非 但是明朝人通过 一段时间的实践 觉得这个很好啊 皇帝不了解国情 不了解夏情 有的时候他干预政务 反倒一塌糊涂 有大学士 有私理建 有六部 他们共同来处理这些事情 公文往返 不是很好吗 他们把这一套程序 用了四个字来概括 垂恐而至 这就是明朝 成夸年间以后 形成的这么一套办事方式 这套办事方式形成以后 由明太祖废除的宰相制度 有人填补了 谁填补 由内阁 和私理建 共同填补 他们共同行使 宰相的支撑 一个社会的发展 一个时代的安定 实际上取决于很多因素 包括自然灾害的问题 是灾害连年 还是风调雨顺 有外部的因素 的影响 如果就碰到 成吉思汗那样的战争机器 你不乱都没有可能 第三 是内部 最高统治者皇帝 非常庆幸的是 尽管明宪宗 城跨皇帝 十七岁继位 而且不和大臣们讨论政务 这个时候的明朝 进入一个成平百年的时代 而这个十七岁继位的皇帝 一个很大的好处 他不作为 不作为好处吗 作为注意 作为分两种 作为有的时候 是干事 有的时候是推动社会进步 但是有些作为是干坏事 是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他做不成什么大事 他就干脆无为而至 社会按照惯性运转 农民按照自己的习惯种田 商人根据自己的习惯经商 手工业者根据自己的习惯 进行劳作 官员们根据已经形成的制度 来处理公务 所以上上下下 倒也相安无事 明宪宗朱建申曾创作过一幅名画 叫做《一团和气图》 画面中看似一位老者 笑意盈盈的盘腿而坐 实际上却是三个人团息相接 相对而笑 通过这幅画作 人们似乎能够理解这位童年不幸 内心不安的皇帝 对安稳平和生活的热烈渴望 厌倦纷争的朱建申 利用内阁票拟 内剑披红的方式 实现了他心目中所谓的垂拱而至 虽然明史中对他执政的成化时期 有着人宣之志 于斯附建的评价 但也正因为他的无为而至 导致了当时的朝堂和后宫 出现了一系列备受后人争议的变化 这些变化有的甚至对明朝的国运 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那么朱建申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又该如何评价 成化年间的政治得失呢 明宪宗成化皇帝 他干了不少好事 像什么好事 第一 他纠正自己父亲的错 这个就要气度了 擅葬景泰皇帝 而且给景泰皇帝称号 另外给于谦 以及其他在夺门之变以后 受到不公正待遇的 景泰朝的官员们进去贫乏 第三 敬天爱民 一旦有天变 他就修行 他就结实 特别是减免民众的各种户税 所以这样一来 官场稳定了 上下稳定了 整个明朝 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 远着正确的轨道 远着人中 远着宣中 开辟的道路 这个社会在前进 民史对这个时代的社会 他有一个比较好的评价 说是履历日益充足 人宣之志 于是福建 其子于是福建 由于经济的规復和发展 于社会的开放 这个时候民众的日子 应该说比仑中 比宣中在位的时候 过得更自在 但是历史上 对民宣中 陈华皇帝 也就是朱建生 评价不是太高 甚至他儿子 继续以后 红治皇帝 人们还说了一个 红治中心 这个红治中心 就是针对 陈华年间 陈华年间 有那么糟糕吗 当然陈华年间 也有些糟糕的事 主要是三件 第一件 是宠爱万贵妃 那么这个万贵妃 在中国历史上 比较著名 2014年 一位收藏家 在香港的 舒服比拍卖行 拍的一个 成化时代的机缸杯 据称 这枚机缸杯 就是为万贵妃的 生日而做的 但是人们过去 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我推测到这一点 这个机缸杯 为什么说是为 万贵妃足寿 因为万贵妃是属鸡的 但是历代历史学家 都把万贵妃 视为属猴的 什么原因 他们把日子 虚岁和实岁弄错了 另外 为了把他和陈华皇帝 扩大一岁 陈华皇帝算十岁 万贵妃算虚岁 因此说 陈华皇帝比万贵妃 小十九岁 实际上是小十七岁 万贵妃 他在四岁就进宫了 四岁进宫 由宣宗皇帝的孙狂后 把他带大 但是万贵妃的命运 没有宣宗的孙狂后 那么好 孙狂后 没有把万贵妃派去 四后比他大三岁的儿子 而是让他去四后 这个从小没有母爱 又缺乏父爱的 这个孙子 这个孙子比万贵妃 小十七岁 让他去代他 陈华皇帝 是由万贵妃代大的 开始的时候 把万贵妃视为自己的母亲 有母爱 后来慢慢长大了 知道自己的母亲 是周太后 所以 视万贵妃为自己的姐姐了 于是有解爱 等到情窦初开 等到知道男女之情 这个情爱就春注在万贵妃身上 他是把母爱 子爱 情爱 集一体 放在万贵妃身上 但是万贵妃 也有万贵妃的问题 第一 他就希望自己跟皇帝好 不希望皇帝跟别的女子好 所以为了这个事 皇后对他进行了惩罚 皇后一惩罚 皇帝不干了 那个时候皇后才立一个月 承华皇帝 以这种类像的性格 在皇后才立一个月的时候 废主 大家觉得不理解 皇后也不理解 但是 在承华皇帝看来 在他和万贵妃的感情面前 皇后才是真正的第三者 第二 生活非常的奢侈 这个就引起很大的问题了 当然 贵妃那个时候生活开始奢侈 和整个社会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整个社会的消费 奢侈 有直接关系 第三 还放纵自己的兄弟们 去贩卖珠宝 倾吞国家的内场 万贵妃的父亲 应该说是非常本分的 但是他三个兄弟很厉害 而且这种买卖 是用皇家的钱 帮皇家买东西 怎么这样说 他帮助万贵妃去采购珠宝 这是由皇室的内场提供资金 然后买了以后 又卖给皇宫 由宦官来买 这就赚二道钱 宦官买的时候 还吃奎扣 所以用皇家的钱 买礼品 卖给皇后 这里说消耗多少国 所以一次宪宗皇帝 看那个内长 一亲礼 说祖上传下来的 现在怎么少了这么多 他怪宦官 宦官也不敢说 是贵妃用的 当然宦官自己也用 所以万贵妃 在明朝人的心目中 是非常糟糕的 唯一这个是周太后 问这个皇帝 宫中的美女这么多 你为什么就喜欢这个人 皇帝说了一句话 说有他在身边 我觉得心里踏实 我学的心安 所以我觉得 儿子一说这句话 你这个母亲 真应该好好地反思 这是第一个诟病处 第二个诟病处 是大量地任命传奉官 这个事情被视为 明朝的城华年间 来自后来一直到 洪志年间 正当年间 六十年间的一个败政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专门去讨论这个事 结果在明史录上一查 很有意思 城华最高师致 被封的传奉官 一共有四千七百多人 什么叫做传奉官 他没有资历 没有参加过科区 没有经过吏部的考核 只是由宦官 在左顺门 拿张纸条 传奉圣旨 然后吏部的官员 把它记下来 后来名单太多 干脆把条子给你 你认命就是 这成为城华年间的 一大败政 耗费国家多少的薪水 但是我后来 把它一分解 觉得很有意思了 四千七百多个传奉官 竟然有一千三百多个 人工巧匠 有木工 有石工 有瓦工 有七工 当然都是为皇宫服务 最著名的是两祥 一个叫宽祥 宽祥后来传奉声道 公布四郎 十二品奉 他的伟大贡献在哪里 他的外号叫宽鲁班 陈主迁都北京 建三大殿 后来三大殿被火烧了 重新做三大殿 后来我们知道的三大殿 设计师就是这个宽祥 还叫做陆祥的 是非常著名的玉工 他的手上的火 干得非常漂亮 另外两三百个民间艺术家 写小说的 编故事的 还有一两百个书法家和画家 陈瓜皇帝 隔代遗传 和他的祖父 宣得皇帝一样 对艺术非常地酷爱 而一个人一旦追求艺术 他思想就要开放 所以这个时代 也是走向开放的时代 第三个构品主 是设立西场 说到这里 我们要回顾一下 明朝管司法的 管刑法的 是刑部 重刑犯 死刑犯 要复审 复审的机构 叫大理事 监察机构 叫督察院 所以明朝把这三个机构 又叫三法司 刑部督察院 大理事 在明太祖时期 三法司之下 让锦衣卫 也肩负起 真是成名隐私的 这么一个责任 所以人们说到的锦衣卫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到了永乐年间 由于对外庭的文官 乃至对锦衣卫的校尉 我很放心 于是让司理监 另建东厂 东厂是由司理监管的 但是 东厂的校尉 是由锦衣卫调出的 所以锦衣卫的地位 又在东厂之下 既然有东厂 有锦衣卫 为什么又是西厂 这里头有君主个人的意志 什么君主个人的意志 第一 皇帝的需要 这个时候出一个事 出什么事 在成化十三年年初 宫中经常有野兽出没 甚至还有一个三西集的满汉子 高阶宦官 竟然进入到大内 锦衣卫 东厂形同虚设 他就觉得 你没有做好这个工作 于是觉得 是不是需要 要另外的人 来维护 皇城内部的安全 第二 和宦官内部的矛盾 有关系 明太祖建立了一套 各个衙门 相互自肯的制度 五府 六部 督察院 通证师 大理事 各衙门 相互自肯 不但如此 宦官内部 也是相互制衡的 比如说 御马舰 就和司令舰 分庭抗体 司令舰管的是经营 司令舰管的是 宦官内部的 官员的任免等等 他相当于外庭的内阁和力部 但是御马舰 有点像外庭的 户部和兵部 御马舰 和司令舰之间 相互自肯 司令舰内部 他有掌印太监 有提督太监 相互扯咒 还有禀逼太监 作为说东厂怎么办 东厂是禀逼太监的第二人 提督东厂 他有禀逼第三人 每个人都盯着上面 你一出事 我就替补了 所以宦官里面 也是矛盾重重 派系重重的 每个人都盯着别人的位置的 所以王世珍 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你再专权的宦官 你这个权力 也是来自于皇帝的信任 如果皇帝哪天对你不信任 宫中一张 二寸宽的纸条 传出 第二天 这个宦官伸手一出 我加了一句 还不需要两寸宽的纸条 只要皇帝两天不见他 其他的宦官 就口诛笔伐 就把他弄得一塌糊涂 所以明朝这个国家制度 它是一种全方位的自恳 这种自恨之下 东厂自恨减费 西厂自恨东厂 所以西厂就在这种情况下设置 头头就是汪子 汪子是什么来由 如果明朝 坏宦官排列名次 大概是一位 一位是魏宗贤 二王 王是王正 三刘 刘是刘景 四就应该是汪子了 他是一个摇猪的小青年 陈华元年寒庸 平面闹事的时候 把他俘虏 聪明伶俐 就放到宫中 然后就伺候万贵妃 通过万贵妃的推荐 或者是陈华皇帝 献中自己 觉得这小伙子办事牢靠 让他在北京 林济宫的会议厂 拨一些校尉给他 成立西厂 和东厂摇香呼应 西厂就这样成立了 时间是在陈华十三年 年初 结果经过汪子的一番努力 一番稽查 出没于宫廷内部的 这个寿不见 莽兰子之类的事件 更加不可能发生了 但是 由于少年得志 汪子也想邀功勤赏 结果带着他的西厂的校尉们 对文官开始进行建厂 制裁了几个文官 当然里头 不排除冤假错案 所以引起了文官的愤怒 纷纷上书进行坦克 而东厂也觉得怎么回事 有我们东厂 为什么又要西厂 也对西厂进行坦克 所以西厂成立了五个月以后 把他废了 西厂对于东厂来说 他不是一个定制 而是一个权宜 是因人设施 因哪一个人 因汪子这个人 但是汪子这个小果子 在北京抓几个人 他觉得一点意识都没有 他希望跳出这个北京 跳出北京这个小圈子 到边疆地区 去建不是之宫 那么这个汪子 如何在边境地区 建不是之宫 我们下一次再说 谢谢